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還有列席官員媒體朋友大家午安 我有請主委 主委請 主委好 主委恭喜你 跳火坑 今天早上到現在已經太多人在講這個勞退基金 勞保 勞保基金 勞保基金 勞保基金我看 有三個原因會造成他 現在說的一個大的缺口 第一個就是 你如果不對的話要指證 第一個就是說用於一生 一生相關的收入的六十個月 做他的相關的邊境對不對 第二的就是 所得替代率剛才有很多委員都說了 本來1.1 你國民年金是1.3 1.3% 那就劃到1.55 甚至那個時候也有人劃2.0的 加在2.0沒過 如果有過就做我們100.5% 就破散了 再來想第三個 概念就是 你們都沒說到 這些錢 你們都拿到投資 投資 投資最佈收 投資的投資報酬率最低 我知道 查韓國 韓國的投資報酬率用17到20% 我們這邊投資都了值 說一下 投資 來 投資 投資 那個 八委員 勞保基金的投資 平均下來 就是說 從84年到現在 平均是4點多 反正是4點多 4點多 也許跟委員剛剛講的 178% 有所差距 但是 178%我們也曾經有過 只是說因為 所以勞保基金它要 有一定的安全性 所以我們一定有一部分 是放在定存 那現在利率很低嘛 一部分也很空在 然後能夠實際操作的 大概 一半是那種 收益率比較高的股票啦 等等那一些 但是 這些收益率高的 就必須承受說 譬如說 像金融風暴那一年 可以負到10幾 所以我們賺過10幾 也負過10幾 就是因為這幾年那個 收益性的投資 比較高 其實 像目前我們海外投資 一直在做 目前做到40% 所以做幾年是比較積極 那我們的精算報告 是用3%在估的啦 因為看 因為現在利率比較低 做得比較保守 所以如果 以我們現在的 百分之4可以維持的話 其實 狀況會比這個精算的 好 因為精算都用 我請問齁 以前 勞保的 這個 匯率是 6.26 最早是6.25嘛齁 6.25那個時代 還包括醫療嘛 7 那時候是7 那個時候包括醫療 醫療是占2.5嘛 對 那到18年前 健保開辦之後 把健保醫療的部分切開 那回歸只有勞保本身 那就把從7降到6.5嘛 對 那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健保開辦的那一年 我們勞保的基金 到底是 那個時候是虧空多少 那時候勞保基金,那時候也是1000億 那時候是1000億,就是美國84年的時候剩下1000億 那後來因為你有2.多%沒有拿到醫療去嘛 所以要開始補,補到什麼時候,補到零 補到89年的時候,90年的時候,他到5000億 已經變成正的5000億 但是後來呢,94年開辦勞退的時候 就有一隊幾隊炒,大家就提領一次金 所以又提領,那次又提領1000多億 國民聯金要開辦的時候,97年的時候 那大家會覺得說,我把國民聯金,我把勞保領一次嘛 然後參加國民聯金,一個月有3000多塊 那一年又被領了3000多億,所以又降到1000多億 然後最近幾年又回到 那你現在勞保的匯率是幾%? 勞保的匯率齁 剛剛委員講是6.5嘛 那6.5在中間 開辦那個 私業給付的時候 雖然沒有降6.5,可是拿到17給 1%給私業給付 所以剩下5.5 所以職業工會的是加5.5 一般僱主是,一般的叫5.5 可是5.5在我們勞保這一部分 只有5.5啦 那那個 那個 97年 98年開辦那個勞保年金的時候 那時候又回到 所以你現在基金有多少 現在 現在5千多億嘛 5300多億 那如果到這個6.5%繼續收 你現在是要一直去嘛 要去,預計要漲到13%嘛 對 什麼時候會漲到13% 到116年 116年 對 那你這個 上到13% 中國大陸我記得它很像17%啦 中國大陸啦 他 他光老年的 光老 他光老年的一種 因為他是分開的 老年一種就 所以你們現在跟健保是一樣 走同樣的 復測,同樣的老陸 健保一開始就用 4.25 不然他起4.5 起4.91 這樣做的做的 那一種要收 都非常難收 而且非常難漲啦 你現在勞保你要做 你要漲到13% 彈核容易啊 緊急這麼差 那中國大陸那邊是把我們的缺點都改了 他們真的是厲害 他們單單一個健保 他們一收 就是用最高額 那再來呢 他們 每一個醫療局務還有上限 每一個人一年有上限 所以一樣都開就開不到啦 啊我們這次保三保海 一九九吃到飽 一年一千萬兩千萬都在給你開 啊你們現在也是一樣 你慢慢去 還有一個最重要就是 所得替代率 是怎麼會化到一定 還可以降 他現在1.55 差不多 我算我 像我現在變廣播 麻煩啊 我如果留播又繼續 我可以領到我的投保金額 差不多70% 我的所得替代 到我可以領 現在月退也能領到七十八七十幾%嘛 那不是 那個要 要投保很多人啊 因為他 一年是1.55 如果你四十幾年 四十年 然後再加上展園 現在六十歲零嘛 啊有人為什麼領那麼多 他也長到六十五歲 又加百分之二十 算上還是有點零 所以至少有60%的替代嘛 差不多嘛 1.55 要看投保多少年 OK 所以這個問題就出在這裡 你現在能不能從1.55 這樣 一圍圍的這樣 因為齁 現在的問題出什麼呢 現在老的那些 六十五歲以上那些 以前那些 以前那些都是一次退 一次退 拚錢比較少嘛 如果拚七年八年就 拚月退 拚七年八年就加一個分子 現在平均都換到八十一會 八十一會就拚三次了 不用說你也倒 好 加三年你們太不倒 所以不過 不過領 月退是一個先進國家的潮流啦 領一次領一點點錢 然後免兩三年就拚了 那個小孩就好刮 孫子好刮 對一個給他就拚了 所以是很殘忍的 所以月退是應該的啦 但是你這個設計 到最後 重點就是說 政府要不要買單嘛 欠那個政府 有要買單嗎 這樣而已嘛 邊邊都是人 公保就有買單 留保就沒有買單 所以我們才建議嘛 在行政院的這個 修改這個條例的時候 我們有建議啦 對 那現在因為 勞保他牽涉到 的確是台灣很多的 勞工的這個 將來老年退休的保障嘛 所以我們也認為說 那是最後最後手段嘛 那在這個最後手段之前 我們現在到底能夠 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盡量去做 大概有一些做法嘛 不然比如說 剛剛提到說 像那個領取的年齡 把它延後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費率 將來是不是要 還要再繼續調高 因為我們現在調高的費率 調到剛剛講說 2016年吧 201617吧 對 那個時間點就到13%吧 那我們怎麼樣再往上面 可能要不要再往上 調動 就剛剛你剛剛說 中國大陸那種 制度 這就有很多必須在制度面 再去考慮的地方 好 那我最後問一個 就是薪水的問題 因為你都在關薪水 這兩天都在說 政府官 獎金賣領啦 薪水減半 你在看什麼 我是覺得 這 政府官來這裡上班 我們也不怕要賜的 所以 我說賣領薪 這是超乎預期 這個在勞 然後 勞委會來看怎麼樣 有沒有違法 所以我應該就說 我說 我們 你如果 老闆不去叫 劉鋼 說你的 聯中獎金什麼 還要 萬一這樣不行 對啦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看的很簡單 這 行政院 考慮賣 立法院可能要扶一半 立法院本來 意識不沾 所以 如果 要賣領薪 我看 不然做一個來 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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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綠 政府官 大家做一個來 不然 你如果 割電我就公平 想要一年 保健主席 你哪裡開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十五年 沒做人道生意 年副主席 你別再求 你會先扣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說 這最重 重點是在 怎麼把經濟拼起來 講坦白話 一個月薪資 如果能多個五千塊 六千塊 沒人在care 電在蓋30塊 水在蓋20塊 沒人在care 所以要怎麼 讓經濟起來 我想大家 要拚 還是要拚這塊 像 我們 南軍的 立委的典件 我們 民進黨的朋友 在也 佔領 主席台 五千 我們五千 我們其實是上官权 我們官兩百幾萬的 你們現在 四十萬的水電費 好像還沒到 以上 謝謝